我听不到哎 我听不到音乐 天天大新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明镜电视 在今天我们明镜电视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在今天天天大新闻里面 我们仍然还是将为您讨论几个 在最近非常引人注目的重要新闻 而这些新闻呢 我们在今天特别请了两位嘉宾 来跟观众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那么第一位嘉宾为您介绍 是北卡罗拉纳大学爱肯商学院教授 谢田先生 谢教授你好 欢迎说欢迎到节目里面来 谢先生好大家好 我是南卡罗拉纳大 南卡不是北卡 对不起 南卡罗拉纳大学 对对对 那么第二位给您介绍 我们的今天嘉宾呢 这是这个 在这个人民大学的新闻系 那么是因为这个在这个新闻界当中 非常资深的鲁难先生 鲁先生你好 欢迎您到节目里面来 谢老师好 谢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大家在收看今天的这个明镜电视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 那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呢 那么现在疫情还是非常严重 不过在今天在这个5月的将近1月中的时候呢 那么有关于这个控制病情的世界卫生组织 就要召开一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了 那么每一年世界卫生大会的时间里面呢 世界各国那么都会有代表在大会当中呢 大家相互交换意见 针对在当前世界的这个各个角落 可能发生了任何可能危害到我们这个人类群聚 而产生的一些任何的这种流行病呢 来进行讨论 今年毫无疑问 大家将会讨论的就是有关于新冠肺炎 这一个非常严重 现在已经造成了在全球呢 有352万多人的被确诊 而有24万7千多人已经死亡的这一个病情 那么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呢 有关于这一个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大会呢 那么从2017年开始都把台湾排斥在外 虽然台湾这个是一个 在各种的这个公共卫生上面呢 做了很多努力 尤其是在今年 那么在面对着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情上面 台湾做了非常接触的一些的表现 那么使得在台湾虽然是最接近中国大陆 那么在可以说是原发地的这一个病情的地方呢 那么但是台湾最后到今天为止只有六个人死亡 而只有300多件的确诊的病例 相对照于欧洲跟美国以及在中国大陆跟其他地方 那么台湾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表现非常杰出的 那么对于台湾2200万人口来说呢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次的防疫的一个经验 那么但是呢2017年以后呢 台湾一直被排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门外 甚至于在每年一度的世界卫生大会都不能够进入来参与共同的调论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在中国以政治的原因呢 是排斥台湾 不过今年呢好像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因为台湾在这个防堵 以及来对于新冠肺炎的这个 这个蔓延的这个流行病呢 台湾所采取的措施 有非常杰出傲人的这个成就呢 这使得在世界各个国家被台湾都翘起了拇指 而在这一次那么有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 这个在日内法将举行的大会 那么据说呢 这个大会呢也有可能会改成视频会议 但是你还是要收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邀请 才能够参与 而在今年呢 现在已经是有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 他们对台湾表达了同情 同时他们也对世界卫生组织呢 那么增加了压力 要求在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里面 一定要邀请台湾 那么根据美国网络媒体 外交政策最新的一个报道说 美国跟日本现在正邀请澳大利亚 英国 法国跟德国一起签署一封 给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塞的信函 这个信函里面内容是邀请 这个是要求他一定要邀请台湾出席5月中 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的大会 根据外交政策所获取的世界卫生组织 内部的会议记录以及外交人士的透露 是美国政府希望能够集结其他的盟国支持 让台湾能够重新在世卫组织取得观察员的身份 这个身份在2017年以后就消失了 然而专家们分析说这个活动的成功率 现在很难把握 原因就是在中国 那么在这个中共方面呢 他们仍然继续的是排斥台湾 那么把台湾当成一个地方的政府 地方政府一个省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那么来看待 所以呢是拒绝台湾来参与 可是我们现在看一看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 美国日本正正在跟澳大利亚 英国法国德国一起 那么来连署这一封信给这个谭德赛 那么这个力量应该是非常非常强的 美国这个美国跟法国英国 都是这个世界五强之一 他们在这个联合国都有这个常任领事国的 这个席位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么联合国下属的世界维生组织 是不是能够扛得住 来自于这些国家 他们在联合国里面发生 所施加的压力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是这个要 特别要密切的观察 而根据在最近呢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 蓬佩奥 他的公开的声明 他说美国一定会要强力的 希望能够世界维生组织今年来邀请台湾参加 世卫组织的年度大会 如果这个邀请最后成真 那么这对于世界维生组织来说 对于联合国台湾在联合国的一些的活动来说 都会补出一个新章 所以呢 在今天我首先要请两位嘉宾呢 就这个问题谈谈你们的看法 那么是不是 首先我们请谢田教授 您先就这方面来聊聊您的看法好吗 谢谢 好的谢谢 我想这个这次 台湾显然在这次这个武汉瘟疫啊 中共瘟疫这个全球十六中呢 做得非常的出色 就是说并且我看中国台湾这个外交观 也非常活跃 也广泛的动员了这个民间外交的力量 所以呢 现在看来的这个就是说 即各国联手啊 邀请台湾参加的世卫大会 对中共来说呢 确实很难挡得住 它可能可以挡得住 但是呢会非常非常困难 这时候可能我想就会 中共会考虑一下 是不是值得就是说这样去强力的阻挡 因为现在这个只是要求台湾 大部分国家呢 实际上只要求台湾 只是作为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 就是恢复到原来几年前那个地位 实际上这个几年前的地位呢 实际上跟这个谭德塞啊 这个新的这个世卫组织总干事党有关系 所以现在看来就是说 这个中共如果还要继续阻挡的话呢 他如果在外交上觉得这个成本太高的话呢 他也有可能那个会退下来 所以我说这个 这次的可能性会比较大 台湾很可能会成功 因为我们从这个不管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台湾可能都站上了 天时呢当然就是这个这个实际的问题 现在有这个全球性的这个公共 公共卫生的危机 并且台湾做的那个防疫的效果呢 非常非常出色 并且台湾成功的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不管是在这种呼吸机 主要是口罩了 其他防护设备是制造商 迅速的提高了产量 并且迅速出口 并且迅速大量的人去 赠送给其他国家 很多很多大国 就得到了台湾的那些捐赠 美国的各州啊 德国啊都都得到了台湾这些东西 这些捐赠的一些那个防护用品 口罩之类的 所以这是天时呢 时间上非常好 地利呢 现在这次这个支持的人呢 当然是美国最重要的支持者 美国的国务院 他的国际组织事务局呢 就开始发问要挺台湾 然后呢 美国的公共卫生部长也在 就是说跟台湾的这个卫生部长 服务部长就说变化 并且他现在美国在这边联手 就是说其他国家来一起来推动 是这个韩德赛的信 我觉得美国还有一点做得非常好的 就是说他实际上 蓬佩奥国务卿蓬佩奥说 他会利用这个充分遵循这个台北法 就刚刚通过这个台北法 就是美国的两院 就是说张总统 就是说都通过已经签署成法律 就是说美国会在这个国际组织上 国际组织国际社会 国际间呢 推广台湾 就是说支撑台湾 就是说在反击那个中共 在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中 打压台湾这个做法 所以这个法律实际上刚刚通过 那现在美国嘛 就是准备就是说连署 利用这个法律来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低利并且还体现在 就是说几乎是所有的国家 比如说你不管是美国 欧洲 日本 欧盟 加拿大 还有这些中美 中南美 中那些几十个国家了 现在有这个 这么多国家的支持 但是这是地利 人和那当然我想就是说 刚才天使就是说 台湾也确实利用了 它这个外交的一些 尤其是民间外交的一些 措施 积极的参与 但是你要说缺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台湾 我那有一个建议 给这个台湾这个卫生部啊 一个建议就是说 要把这个俄罗斯拿下来 为什么俄罗斯拿下来 因为刚才你那个 薛先生提到了 这个联合国武藏里面呢 其实那个美国 英国 法国 都支持 就是都支持这个台湾 至少成为 加入 就是说成为观察员 实际上日本的支持 更也很重要 日本甚至主张的 就是直接恢复 这个 直接让这个台湾参与 成为正式成员 还不是观察员 其他国家就是 只是说先 认为一个观察员的身份 那这次呢 实际上这个俄罗斯 为什么很重要 因为俄罗斯 它可能在 常联合国的安理会里边 就常任理事国呢 跟中共站在一起 它实际上这个中俄 这一天呢 经常是在联合的 在挺 就是说在反对其的 西方社会 自由社会 所以它的两票的话 对武票 这个就很强 如果这个俄罗斯 把一个争取过来的话呢 那中共就真是 实际实际的实际力孤的话呢 它真有可能顶不住了 俄罗斯现在这个 昨天我看到一个说 俄罗斯的新政 这个肺炎的人数呢 是一万人 昨天一天就增加了一万人 所以中共这个货 炒得很大很大 我认为如果台湾能够 在这个关键时刻呢 台湾跟俄罗斯 也有很多这种联系了 民间的联系 还有历史上的一些联系 我们都知道这个 当年从蒋东正到蒋经国 都跟俄罗斯 俄国有很多联系 就如果台湾把这个 对比方对美国各州 对跟德国的一些支持 延伸到俄罗斯 俄罗斯也需要这些 天员上也需要 台湾的经验 台湾的那个物资 然后呢 争取俄罗斯的支持 当然达不到像日本那样的那种 成为会员的支持 至少成为一个观察员的身份的支持的话呢 这个我觉得台湾 台湾这一次就非常有可能 这个成功的拿下来 听得见吗 我觉得就是我补充一下这个 这个谢田教授刚才讲的 关于台湾这个抗疫的这一块 我觉得他还值得一个 非常注意的现象是 台湾是唯一 这个大型的社会里面 因为他有2300万人 他这个没有 学校没有停课 市场 这个在正常的运营 就他的饭店啊 其他的各个这个社会部门 都在正常的运营 是这么一个唯一的这么一个社会 就工厂没有停产 这个跟全世界其他地方的这个抗疫活动 都是完全不同的 这么一个方式 那么所以他这个抗疫的这个工作呢 能够得到世界的公认 大家都推崇他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他在12月31号 台湾这个通过卫生组织 就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发了这个通知 说明这个要对武汉瘟疫啊 要加以这个提醒 这个高度的重视 而不是像社会组织做出的那样 依据中国政府的报告 那么对这个武汉瘟疫 说这个有限 没有见到人传人的现象 那么这也是台湾对这个世界 这个防疫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公片 我觉得世卫组织这一次能不能 成功的接纳台湾作为观察员 或者说作为一个成员的话 我觉得应该从两方面来看 就世界卫生组织到底是干什么的 首先一个它就是一个全世界的 关于公共卫生活动的这么一个组织 它不是其他的政治组织 它不是说这个评判一个主权国家 是否能够有资格参加联合国或者等等 其他的政治上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它是一个知能的这个组织 它应该是维护全世界人的公共安全的这么一个组织 它在过去的话被人为的政治化了 我们看到这个谭德赛先生出任这个总干事之后 它的一些做法跟过去是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不知道它是为了经济的利益 还是为了政治的某种的这个企图去这么做 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台湾被不公平的排除 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的时候 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本身 对世界各国联合起来 对抗各种突发的公共事件 是一种不公平和不正确的做法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接纳台湾进入到世界各国共同防疫的 对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这么一种做法 本身就是应该正当的 本身台湾就应该加入 我们用简单的逻辑来反问 难道台湾就不会突然发生 对世界各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事件吗 也就是说有传染病 难道我们不需要防卫 从台湾这个发生的这些传染病 给世界带来各种各样的灾难吗 显然这个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从世界卫生组织本身的职能来说 台湾参加这个组织 参加这个抗疫 来保证世界各国人民的公共卫生安全是天经地义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说 用政治化的手段来排除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之外 也包括其他的 那么这个世界联合国下属的各种组织之外 那么也显然是一种不公平的事件 我们刚才讲到 就是说是卫生组织等等一系列这种组织 它是一个职能化的这个国际组织 它不是一个政治化的 那么它要不要加入到这个像联合国这一类的这个国际组织 国际联盟是由联合国本身来决定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其实在这个主导二战之后 主要这个国际社会秩序的美国 其实已经在联合国的很多部门都已经开始在退群 美国希望能够改组过去的这个联合国的那种现状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应该也是其中的一环 加上像谢田教授和薛老师刚才讲到的 这现在是一个当口在这个武汉文艺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里边 中国政府的作为受到了很多的批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 让不让台湾加入到世界维生组织这种职能性的 这个国际维生组织里边就是一个试金石 那么美国会大力的推动 那么这样一项活动 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面 还有世界各国普遍的对台湾这个防疫工作的认可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谢田教授刚才所讲 我觉得这种几率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谢谢薛老师 我再补一下 卢先生讲的非常好 就是提到这个 这个世卫组织作为一个这种职能性的机构 不是政治性的机构 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美国起的作用 包括这个川普总统 最近他不是说要美国停下来对这个世卫组织的一些 在经济上的支持 美国每年都会给他大概5亿美元 5亿美元的支持 大概中国只有几千万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中共给这些 是不是给谭德赛或其他有些什么样的各种各样的私下的东西 我们就不知道 显然呢就是说这个谭德赛 他实际上作为这种对中共的偏袒 对这个就是说在跟中共的立场站在一起 让美国感到非常的恼火 那美国这次呢现在暂停这个指使 暂停这个指使 并且要求调查 所以呢 因为调查的原因主要实际上是针对这个谭德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就是说这种 除了这种全球性的国际那个道义上的力量 还加上这种经济上的压力 我想也会增加这个 增加这个台湾那个成功的机会 是的谢谢 不过呢 这个就这一件事情在很多的一些的舆论上面 他们在评估的上面 他们说 虽然美国现在正在极力的说服很多的国家来支持 这一个让希望台湾能够加入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 这个年度大会的这个行动 但是很多美国的盟友现在担心被中国报复 现在跟这个在这个新冠肺炎这个方面 现在跟这个大陆方面可以说是几乎是撕破了脸皮 而且正面像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冲突话言语的出现的 是这个两个主要的国家 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澳洲 那么美国当然不必说了 那么包括了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川普总统本人 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对于中国的这个武汉的这个病情啊 那么这个瘟疫所造成的危害全世界的这个后果都非常的愤怒 而且呢他们也已经是把可以说是把这个建制 就是武汉批死的实验所 那么在澳洲方面呢 澳洲最近这个因为要求来对于这个武汉的这个病毒的事件呢 来做一个独立的进行调查 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有关这个在武汉病情的希望要求 这个中共呢能够透明化把所有的文件都能够让自由世界看得更清楚 而因此呢跟这个大陆发生了相当大的矛盾 那么相当大和相当多的一些的言语冲突 甚至于呢那么在这个北京方面还威胁 就是要以这个贸易跟其他的有关跟澳洲进口物资的这一方面的限制 来做一些的这个报复 那么来对澳洲施加压力 那么所以现在在根据最新的一些的报道显示了 就是澳洲的很多商人 他们希望澳洲政府呢能够来缓和跟这个北京之间的可能冲突 因为他们这个认为呢是这个对于澳洲在未来的跟中国的贸易呢 会产生不利的因素 所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些的这个客观的因素呢 有些人评估说还是 虽然是说在这个五大常任理事国里面有三个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呢 他们是支持那个台湾来加入这一次的大会 但是可能最后能够来获得最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恐怕还是不容易 那么鲁蛋先生您怎么看呢 是不是对于这个加入的前景呢 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孤立的看 单独的看是不是能加入到世卫组织里边 这个一件事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 因为这个事情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是说美国在不断的在提升台湾 这个在国际事务中间的这种地位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中美关系中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某 也就是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美国现在在一步一步的就是往前走 从他的台湾关系法到等等一系列的法律 然后从实际的民间的关系到官方的关系不断在提升 我觉得这是一个美国人要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种态度 我们不能单纯的看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这么一个单纯的一个国际性组织的这个问题 而要从美国和台湾关系要逐步逐步提升 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台湾能不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么一个情况 现在的事实是美国对联合国他要就是进行一些改造 他觉得联合国在很多地方 比如说他的人权委员会 比如说他的其他的这个国际行政组织 还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组织里面都被中国政府高度的渗透和控制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不例外 我们应该看到美国的这个举动不简单的是一个就是挺台湾进入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里面来 当然我们从刚才的这个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应该这个接纳台湾来进入到这个共同抗议的这么一个联盟里面来 正如他其他的职能性的部门一样的 比方说这个世界基金呢世界这个货币组织 然后其他等等一样的 所有的经济活动里面你都应该接纳这么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进入到他的运营之中 你总不可能说台湾你自己不发行自己的货币 不进行自己的经济活动等等一系列吧 这是很显然的如果要进行这种活动 你这个WTO啊等等这些经济活动这个组织都应该跟这个台湾有正式的各种协定啊 然后让他遵守运行的规则 这是值无庞贷的 那么在这个背后 美国的因素我觉得是一个推动的一个极其重大的这种力量 这次如果台湾不能正式的加入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里边来 我觉得也不是一种挫败 只不过是美国在推进这个活动 世界各国在推进台湾这种地位正常化的这么过程中间向前走的一步 如果这次在这种各种理由都已经充分具备的情况下 还依然拒绝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对今后台湾在国际事务中间去一展展露头角的这种进一步的活动 会是一个很大的一种加分 如果不能减这个如果还是仍然拒绝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在这个武汉瘟疫依然在世界各国蔓延的这个情况下面 那么世界主要的国家会继续的思考台湾的这种国际地位 是不是应该就这样继续的被打压 继续的被这个埋没 这是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能不能加入的 又一个思考 谢谢陈老师 谢谢 我觉得鲁奈先生这个刚刚讲的是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世界卫生组织 那么现在在台湾的整个气候 正在可以说是赢得世界各方各国的好感的这时候呢 会不会成为台湾在这个国际组织里面的一个破口 那么后面再加上美国的推进 那么台湾是不是正在赢得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个机会也许过远即逝 也许明年就不再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了 不过无论如何在台湾这一次这个可以说防疫的成效 让整个世界都看到了台湾 同时呢也都同情台湾 而且现在转而成为支持台湾 那不过呢这个在这个台湾在这个整个的努力呢 那么现在已经是不但是从这个加入世界组织 而且呢他现在也伸出了很他在这个抗疫的跟国际合作的这一个 自首那么现在包括了欧盟包括了在这个欧洲的其他国家 也包括了甚至于美国在内 那么台湾不但是输出口罩 是输出很多的防疫用品个人的保护的这些等等 那么在这些方面呢都赢得了非常好的一些的口碑 那么对于台湾来说今年会是一个会是一个就是能够重返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年吗 那么谢田教授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有可能非常有可能 因为这个中共你看中共这个反应就知道 他非常非常那个desperate 非常就是说有点那个怎么说呢 有点进退失措了 或者有点就是说你看他对美国对这个美国国务卿这次连续这么四五天了 就是在疯狂的攻击 就是说对这个国际社会要参与这个调查 就是说开始这个调查呢也非常的就是说 惠莫如深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中共那个反应非常非常大 我觉得你刚才学生先生你刚才讲的一点非常非常有价值 就是说这个很可能是个 对台湾那个在国际关系国际地位上的一个突破口 因为你看在这个中共实际上是在全方位的 在所有的领域的都在打压台湾 那这个台湾如果从哪地方可以突破呢 那这个世卫组织可能真是一个最最荣誉突破的地方 因为我刚才提到这个天使地利人和都具备了 还有一个我看刚刚刚刚刚刚有一个短信进来 就是说这个英文大纪元时报有一个有个报道 好像川普说的好像刚刚马上有一个新的一个调查报告 会指出来就是说这个武汉瘟疫这个中共病毒呢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个词说有这么个报告马上要出来 我想应该是我们会答应该是跟川普原来的说法是相一致的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就是说 你如果就是说怎么说呢 台湾就是说你如果不能够在这次以这个 以这个就是说加入世卫组织作为一个全部的政治成员 这个很难就是说恢复观察员意味的话呢 对中共来说它可能也面子上挂不住 但如果这些是国际社会这个力量压力 就足够的强大就是说台湾整个这个公关也做得非常好的话呢 也不排除有可能就是说中共甚至就是说 做略微做一点让步 比方让台湾比方说至少这一次的一个世卫组织大会呢 像台湾可以就是说得参加会议 那对中共来说呢它也没有做出太大的让步 对台湾来说呢这事也有突破 我觉得这个这个可能性也是可能也是有的 就是说我还没有一个正式一个法律术语啊 就是说它不作为观察员至少作为一个会议的参加者 这个呢也是有可能 是好谢谢你 总而言之就是这个台湾呢 在公共卫生这一块呢可以说是在这一次的疫情的这个上面已经表现的相当的突出了 那么台湾在公共卫生上面尤其是台湾的医疗技术跟台湾在这个医疗设备 总统方面那么特别是在全民保险这一些这个可以说是都走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前面啊 那么对于台湾来说在这一次如果说是还不能够在那么多国家共同的协助之下 还不能够进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大会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 而不一定是会员的身份 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来再参与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来这个来共同来这个对这个全球的这个公共卫生呢来贡献所长啊 这也是非常非常可惜 那么我们这个我看到一个数据啊 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他在过去以来对于这个世界卫生 包括了这一次的疫情在内呢 那么很多的这些的技术性的讨论 有70%都是台湾没有这个获得任何的这个资讯的 那么也就是说那么世界卫生组织 是完全把台湾平气在这个它的组织的门外 那么这个台湾在缺乏来自于全球这一些的防疫经验的 这一种的这个这个来源之下呢 而仍然能够来把这个防疫的工作做得很好 这应该是对于在全球而言 都是一个非常非常impressive 非常这个让全球都看到 而且呢是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 好我想我们接着呢 我们在讨论就是说这个现在美国对于在